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光荣与梦想》 提起美国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和强权 它常年打着自由与民主的旗号去干预他国内政 风评吧,实在不咋地 美国人民呢也不容易 你想想啊,美国是1776年建国的 到现在也不过两百多年历史 再往前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 美洲大陆从开放到现在只有500多年历史 相比于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实在太嫩了 可就在这短短500年间 美国从无到有,经历了许许多多苦难 有种族主义的争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落魄 最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文《光荣与梦想》 讲述的就是美国如何走出困境 摆脱经济大萧条的阴影 进而演变成超级大国的曲折历程 这本书与胡佛、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 等几任总统的竞选为主线 终点讲述了1932年到1972年这40年间 美国历史的发展 作者威延曼彻斯特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写过多位伟人的传记 包括丘吉尔、迈克阿瑟、肯尼迪等 不仅如此 他还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 美国在1932年到1972年这40年间发生了什么 他们又是怎么面对经济大萧条这个问题的呢 下面我将按照六位总统在位的时间顺序分成三部分 带你了解美国这40年的历史 了解美国的光荣和梦想 第一部分是胡佛和罗斯福分别是怎么应对经济大萧条的 第二部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怎么应对美苏争霸的局面 第三部分肯尼迪和尼克松又是怎么领导美国的 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讲讲胡佛和罗斯福 这两位美国总统是怎么应对经济大萧条的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是胡佛当总统 当时美国经济表面看上去一片大好掀起了炒股热炒 几乎所有人都把钱投入股市中去了 因为每天都在涨啊 很多人哪怕借钱也要炒股 后来1929年秋天股价突然暴跌 泡沫经济破碎了 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烟消云散 而且当时人们的购买能力远远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过剩没有能力购买 资本家也不会贱卖或者免费送给平民 于是大量的农产品被人为毁掉 1932年是大萧条最惨的一年 美国人民的生活惨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到处翻垃圾桶找腐烂的食物吃 如果你花五美分买一杯咖啡 然后要一杯热水 把番茄酱兑成番茄汤 那就是人间美味 这是普通人最高级的享受 有人称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跟畜生一样活着 有些更惨的人在流浪街头 他们用破纸板 罐头 塑料袋等各种垃圾搭建成棚户 住在里面 当时美国的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 都遍布这样的棚户 这些地方被称为胡佛村 还有些人买不起汽油 只好用马来拉汽车 这种魔改汽车呢 被称为胡佛车 胡佛村 胡佛车 都是对总统胡佛不作为的嘲讽 美国人民把大萧条的锅 全甩在胡佛身上 当时有美国人说 如果你的生意变好了 那就说明胡佛已经死了 那会呢 还爆发了退伍军人的 示威游行 他们也没钱活下去了 两万五千名一战退役的军人 聚集在华盛顿特区 要求胡佛政府 发一战的补偿金 但是总统派人传话说 我太忙了 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 退役军人不干了 他们在一战 为美国抛头颅洒热血 现在连生活保障都没有 公平吗 退伍军人们连续几天静坐示威 政府却不理他们 这些退伍军人的需求是合理的 他们只是想要属于他们的补偿金而已 但是当时一些黑心报社 看热闹不嫌势大 说这些退伍军人是在敲诈政府 必须赶走 舆论一来 政府就开始名正言顺的清场 警察首先开了第一枪 结果清场变成了冲突 无法下令军队出场 当时 风旨干活的是美国唯一的四星上将 迈克阿瑟 他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却不愿意动手 觉得一个将军参与街头斗殴 太不像花了 但迈克阿瑟一意孤行 出动了坦克 骑兵队 用上了催泪弹 看见政府军出场后 退伍军人激动的挥动美国国旗 还以为这是为他们安排的阅兵 没想到骑兵队动手了 数百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伤亡 在迈克阿瑟的指挥下 清场很顺利 但是胡佛的连任却凉了 因为他没有把美国 从经济大萧条中挽救过来 胡佛输给了竞争对手罗斯福 那么罗斯福是怎么应对大萧条的呢 他下了三剂猛药 第一剂猛药是精种改革 罗斯福通过一个法案 宣布发行价值20亿美元的新钞票 要知道钞票印多了 货币会贬值的 其他国家就会加大进口美国的产品 因为货币贬值相当于美国的产品便宜了 这就刺激了美国的出口 生产过剩的产品可以出口国外 罗斯福还重新整顿了银行 因为大萧条的影响 大家一窝蜂的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导致银行瘫痪了 罗斯福给予人民信心 告诉人民可以放心把钱存进银行里面 他创建了复兴金融公司 让银行系统得以恢复 这次改革很成功 金融体系开始稳定下来 人们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 政府有钱了怎么办呢 赶紧救济普罗大众啊 但是你不能直接给群众送钱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所以第二季猛要就是国家投资 大搞基建提供就业机会 美国投资了三万多个项目 比如修建供水系统 铁路机场等等 罗斯福的第三季猛要就是改善劳工福利 罗斯福出台了一些法案 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 罗斯福政府动员一百多万雇主 签订了工资规定 各个行业也陆续签订规则 保护工人的权益 一番操作之后 美国的经济得到了复兴 告别萧条和动荡 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杜鲁门时代 在第二部分我们接着聊聊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 是怎么应对美苏争霸的局面的 杜鲁门时代呢 有两个主义比较出名 一个是杜鲁门主义 另一个是麦卡锡主义 首先说一下杜鲁门主义是怎么回事 罗斯福在位期间呢 二战爆发了 二战结束后杜鲁门上任 历史进入了美苏争霸的时期 此时是什么情况呢 美国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因为二战的主战场 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咱们中国 美国不仅啥事没有 还利用二战大发战争财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世界分为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双方互相看不顺眼 美苏冷战开始 杜鲁门公开声明说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最强 最美丽的自由国家 有责任领导自由世界 共同剿灭共产党 这就是杜鲁门主义 只看姓资还是姓共 别的不管 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 怎么遏制呢 一方面用暴力消灭共产主义 比如帮助希腊赶走国内的 共产主义游击队 另一方面 则是积极的援助资本主义兄弟 最著名的是马歇尔计划 当时 美国去欧洲搞调研 看了一圈后 感觉欧洲兄弟都不太行 穷的穷 饿的饿 不援助的话 唇亡齿寒 以后都是共产主义的天下 于是 美国向欧洲提供了 125亿美元的贷款 帮助欧洲重建 表面上是援助 其实是在建立反共联盟 杜鲁门这一顿操作 很快在美国掀起反共热潮 这时候 有个叫做约瑟夫麦卡锡的议员 好像找到了财富密码 麦卡锡呢 是个官邻 为了继续当议员 他就在反共上做文章 他根据当时一份政府的雇员任职名单 在竞选演讲上吹牛说 美国国务院里面 有205个共产党间谍 麦卡锡这么一造谣 搞得国务院里面的人 纷纷找他对质 管他要证据 麦卡锡说 要什么证据 间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吗 应该让政府调查一下 美国共和党开始 彻查国务院里面的共产党间谍 结果反共范围被扩大了 只要麦卡锡说 谁是共产党间谍 谁就是间谍 麦卡锡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说白了 麦卡锡只想用共产党间谍这顶大帽子 来迫害他的政敌 于是反共在全美国都是政治正确 你要是不服麦卡锡 你就是共产党 是美国的敌人 就在美国调查共产党间谍的时候 韩国和朝鲜开战了 美国出兵帮韩国 结果仗打到一半 杜鲁门下台了 输给了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迈克阿瑟的副官 艾森豪威尔接手了一个烂摊子 国内呢 麦卡锡借反共之名 搞得人心惶惶 国外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节节败退 艾森豪威尔派出了第七舰队 前往台湾海峡 告诉当时的蒋介石 美国不会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 同时也向北京示威 但在朝鲜战场上 艾森豪威尔却坚持和谈 最终签了停战协定 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 全世界都受到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 如果有一个国家对共产主义控制 就会有连锁反应 世界任何一个值得争夺的地方 要么属于共产主义 要么属于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 当时 埃及收回被英国和法国掌握的苏伊士运河公司 要知道 苏伊士运河可是连管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航道 那英法肯定不乐意了 他们伙同以色列向埃及发动侵略战争 结果被埃及打回去了 英法呢只好撤出 他们留在苏伊士运河的最后一批部队 英国法国都是美国的盟友 埃森豪威尔不想自由盟友在中东留下权力真空 他觉得肯定是苏联搞鬼 一定要派兵帮助中东国家远离混乱 保证他们的领土独立和完整 这就是埃森豪威尔主义 美国可以派兵到外国进行干涉 维护自由世界的利益 有人说埃森豪威尔主义有个弱点 就是你没办法证明人家国家内乱是苏联搞的鬼 不过到了21世纪 美国已经不需要证明了 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吗 美国随手拿出了一个跟洗衣粉一样的白色粉末 就说伊拉克在研究生化武器 埃森豪威尔之后上台的美国总统是约翰F肯尼迪 这时美苏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了 双方的军事力量蠢蠢欲动 第三部分我们来说说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么领导美国的 肯尼迪是个口碑两极分化的总统 因为他干了特别蠢的事情 也干了特别聪明的事情 蠢事当然就是朱湾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古巴的朱湾 所以叫做朱湾事件 美国旁边有一个叫古巴的小国家 本来关系不错 后来古巴换了一个政权 新的统治者要搞改革 这个改革损害到了美国的利益 于是美国给他搞了个经济封锁 不跟古巴进出口贸易了 美苏争霸期间 美国不跟古巴贸易 那古巴可以倒向苏联 这下美国急眼了 要教训一下古巴 中情局组织了一堆古巴流亡者 把他们培训成古巴叛军 叫做古巴旅 美国下令让古巴旅在珠湾海岸登陆 占领据点 等待美国大军到来 如果不成功 就顿入山林继续打游击 这只古巴旅呢 也不是什么十万大军 仅仅是168人的逃亡者而已 能打的只有135人 其他人都是凑数的 古巴旅还以为一登陆 美国大军随后就会到 自己带个路就行 结果一登陆 欢迎他们的是古巴空军的炸弹 然后就被俘虏了 中情局策划的珠湾实践 成了国际笑话 让肯尼迪和美国都蒙了羞 珠湾事件18个月后 肯尼迪迎来了第二次挑战 古巴导弹危机 中情局发现 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 还可能有核弹 这让美国政府大惊失色 自家门前有核弹 那是相当危险 怎么处理啊 肯尼迪一方面呢 直接让舰队封锁古巴海岸 侦察机抵径侦察 问题在于古巴海域下面 有苏联的潜艇 苏联潜艇以为美国在挑衅 要发射核鱼雷 世界大战已处即发 另一方面 肯尼迪跟苏联沟通 看能不能把导弹撤走 苏联很硬气 说要撤走古巴的导弹可以 但是美国也要撤走 放在苏联家门口的导弹 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 说大不了开打 当时美国已经做好准备 愿意为强行去古巴 拆导弹付出两万五千人的伤亡代价 危机僵持了13天 最终以苏联认怂结束 肯尼迪成功处理了古巴导弹危机 给美国带来了一次胜利 也算挽回了一点颜面 肯尼迪做的另一件好事 是支持黑人平权 马丁路德金是肯尼迪时期的 重要民权运动家 他带领黑人和平示威 为黑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 肯尼迪承诺通过新的民权法案 为黑人平权 但是 马丁路德金却被一名狙击手射杀 子弹直接打穿他的脖子 伤到了他的脊柱 最终不治身亡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 黑人得有多愤怒 那会儿 美国掀起了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活动 黑人们在178个城市打砸抢烧 在马丁路德金死后两个月 厄运也降临到了肯尼迪头上 一名枪手隐藏在人群中 朝肯尼迪开了三枪 两枪打中了肯尼迪 其中一枪直接爆头 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被刺杀后 黑人平权运动也戛然中断 这是美国光荣破灭的时刻 人权平等成了笑话 美国安全也成了笑话 接任的是约翰逊 然后就是扮演救世主的尼克松上台了 他要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 首先是越南战争 这场战争本来是越南的内战 肯尼迪派兵借助 尼克松上台后 美军已经在越南的雨林中吃尽了苦头 心里逐渐变态 在越南一个叫美来村的地方 美军屠杀无辜村民 连小孩都不放过 后来由美军承认 杀人放火的事搞了整整一天 就像流水线作业一样 男女老幼被分组屠杀 这就是美来村事件 这件事传到美国国内 引发了美国人民的反战热潮 舆论压力非常大 再不结束越战 尼克松怕是要倒台了 于是 尼克松让基辛格先去跟越南谈停战 并作为特使秘密访华 缓和了中美关系 1972年圣诞节前后 美国和越南停火 不久之后又签了协议停战 尼克松成功拯救了自己的口碑 得到民众的支持 还是1972年 尼克松出事了 当时 有五个人在晚上 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 准备安装窃听器 结果当场被抓了 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 尼克松是美国共和党的人 这五个人是尼克松的手下 跑去窃听民主党的消息 谁都会联想到 这是尼克松受益的 但尼克松不认账 甩锅给总统竞选委员会 有人评价 水门事件 是一个腐败政府才干的事 竞选的脏势 没人知道就是民主 现在被捅出来了 美国还怎么在民主世界里 当老大哥呢 尽管尼克松百般辩解 但奈何实锤来了 他也只能下台 有一盘录像带 清楚记录了 尼克松只是他的助手 让中央情报局 阻挠联邦调查局 调查水门事件 这不正说明他心里有鬼吗 最后 尼克松辞职了 他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上台时 扮演的是救世主的角色 但是他并没有拯救美国 相反 越战以美国的失败告终 美国种族主义 依旧混乱 而且水门事件 也是美国民主之池 在美国部分人看来 尼克松 这是让美国丢脸 丢到家了 回看历史 犹如今日 从1932到1972 从经济大萧条时的破落 到如今的世界强国 美国这40年 经历了许多的荒诞与苦难 今日的光荣 亦是从前的梦想 只是不知 如今 他们离美国的民主梦 是更近了呢 还是更远了呢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